摆得一塌糊涂 在这样下去 我说我决定就要倒闭了 剩得气壮山河 在珠海这些店里面的收入 大概八千到九千万 坚守绿色食品 打造高原品牌 高原生长的和内地 就平原生长的截然不足 不可小看的创业人 耐人寻味的致富路 卖一步就像挣扎一样 敬请关注本期 生财有道 生财有道 智富从这里起步 各位好 我是韩东 今天的财富故事 跟这个有关 鸡蛋 不要小挑战 它可不是一般的鸡蛋 一枚十块八 十块零八毛 你真的没听错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鸡蛋 它怎么会卖得这么贵 一枚鸡蛋将近十一元 一斤鸡蛋就是一百二十八元 什么鸡蛋这么贵 凭什么这么贵 先来听听它的主人怎么说 方大姐 你说你这鸡蛋 为什么卖得那么贵 它好呀 它的质量很好 要不先打给你看看 打开就能看得出来 对 我可是会鉴别鸡蛋的 别人告诉我说好的鸡蛋 其实插上牙签它是不会倒的 不知道能够的 你插一下试试 可以 哇 就插进去了 我给你一个是更绝的 还有更绝的 你也插 不插 不是 我真的是知道这个知识的 人家说 专家们说 这个鸡蛋这样喝是不好的 是因为里面会有细菌 没有的 我们这个完全百分之百没有 每天早上我都要喝一粒 我们喝鸡蛋 有一批固定一个客户 请到我们这来买鸡蛋 这个太绝了 对自己的鸡蛋 怎么会有这样的自信 他是谁 你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逢全中 我们节目的前身 理财在线的主人公 他自有患先天性 左宽关节脱位 左腿残疾 至今已经经历了 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 从30年前承包知青商店 到涉足房地产 再到1998年进军特种养殖行业 逢全中拖着一条病腿 做成了很多健全人做不到的事情 也正是因此 他的创业故事 引起了我们节目的关注 看到自己的故事出现在中央店 逢全中像是重新梳理了一遍自己的人生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节目 将会给他和他的事业 带来怎样的变化 2010年8月13日 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一大早 逢全中的公司就是这样的状态 全国各地打过来的电话非常多 当时我们办的电话 就是每天都接到就是好几十个电话 哎呦太多了 因为有的就是 有的就是直接坐飞机 坐飞机坐火车 直接到我们企业来的都有 甘肃陕西这些地方的参观团 都来了 一下子引起全国各地的关注 冯泉中事业的进一步扩大 看起来值日可待 可事情接下来的发展 却完全不是大家预想的那样 从总来就说 我把这鸽子给产掉 丹麦王鸽和美国参鸽 是冯泉中特种养殖的重要品种 当时年销售八千多只 纯利润过十万 当时我们的鸽子就是这样 这全青海省 可能就只有我们这一家 我们的鸽子的销售的路子 很好很好的 既然鸽子的养殖规模 占有这么大比例 冯泉中为什么在知名度高了 市场大了的情况下 要选择放弃呢 因为当时我们选择的 就选择的真情 尤其是绿色认证的这一块 做一件事就把它做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全身心的精力放在养殖上面 取舍的依据居然是绿色食品认证 何谓绿色食品 它对冯泉中的特种养殖 意味着什么 所谓绿色食品 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境 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 实行全程质量控制 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 安全优质食用农产品 及相关产品 早在2004年 为了打造具有高原特色 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品牌 冯泉中的珍珠鸡 贵妃鸡和乌鸡 就已经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这在当时填补了青海省 珍禽养殖的空白 从老百姓的餐桌到现在 不管是从哪里 这个鸡是永远离不开的 但是就是一个品种的问题 就是一个质量的问题 用冯泉中的话说 央视的专题报道和他自己对行业的认识 让他坚信绿色食品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他甚至还为此做了规划 在三年时间内 将珍琴的数量由十万只增加到三十万只 把我公司所有的营业收入 全部投入这个机场 不是有许多企业愿意合作吗 冯泉中为什么还要孤注一掷 也拿过去试过 但是到最后跟我们的效果不一样 因为气候条件的缘故 和高原生长的 和这个内地平原生长的截然不同 为了保证珍琴鸡和鸡蛋的原油品质 冯泉中拒绝了各方的邀请 坚持在家乡的青海高原上 发展珍琴养殖 很快冯泉中有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绿色食品专柜 全国每年都要组织到上海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 这个市场一旦打开 无疑会成为冯泉中事业发展的 又一个助推器 反正大家来了以后 哇 你这是什么蛋呀 这么贵呀 就觉得不可思议 但我们做这么多的解释 只是看一看 一观而过 满腔热情被迎头泼了冷水 在上海的五天 让我很失望 我们才卖了两千多块钱 高价格 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冯泉中的珍琴鸡蛋 为什么卖那么贵 它到底给珍琴吃什么呢 这是玄壶济世 我们这是开药铺吗 这个 没有啊 这些种草料都是给鸡的 饲料配方里头加的 是真给它吃是吧 真吃 我觉得过得比我的日子还好 这个枸杞我认得 这个是我们叫弄母红的枸杞 还要讲究产地是吧 对啊 这个将近在海拔三千二的地方产 这是我们山上自己种的当归 这个是我们鸣和的玉米 连玉米都要讲究产地啊 对啊 因为我们青海就产一季 这麦子也是我们的这个青海的 这个豌豆是贵德的 这个是那个黄芪也是我们山上的 这是板蓝根 这是一亩草 就这些吗 还有我们的青棵 还有别的种草药 因为我们总共主要参进去 将近有十八种 十八种 那其他的不能给我看看吗 其他的就免了吧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配方 有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技术 可是你为什么会要给它弄重 你的成本不高吗 这个成本非常高 像我们这个枸杞子也一斤五十 这个当归是四十 这个是三十八 这个也是三十五 这个是二十八 这个豌豆是三块八 这个粮食 这个是一块六 这个是两块三 那么作为这些成本肯定很高 我们整个光是饲料的成本下来将近 也就是在六十块钱 那你能不能换一点 比如说不用非要当地的这种枸杞啊 那不行那不行 如果还是再换了别的饲料和别的配方 那就不是我养出来的鸡了 虽然冯泉中说的如此坚决 但十八种中草药各个需要精挑细选 这样的付出真的值吗 这样的话这个鸡的抵抗力它就好 它的产出来的蛋品种才能好 看到很多人因为价格原因 对真禽鸡蛋不予理睬 冯泉中不惜牺牲利润 只为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它的绿色真禽蛋 市交价也是跟它们的土鸡蛋差不多相比 也就是三十多四十块钱一斤 就这它们还是不认同 冯泉中养殖的真禽鸡分为三种 肉质细嫩 比普通肉鸡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高 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低很多的珍珠鸡 原产英国含有的抗癌之王锡和鑫 是普通禽类的三到五倍 被美食界誉为禽中极品的贵妃鸡 中国特有的药用真禽 富含丰富的黑色素 还有十八种氨基酸和十八种微量元素 其中铁元素比普通鸡高很多的乌鸡 为了真正做到绿色食品 在养殖区每个养殖车间外 都有这么个大家伙 料塔专门做放饲料的 这些饲料装在这个里面 对对对 然后就通过这个 他现在往上料对吧 对上料 有一个传输带整个上去 从那里进去 再从那整个蹲进去 一天的用料是两公斑 就是一个期一天的用料 吃量是二两半 如此自动化的设计 让我们对车间里面的状况更加好奇 我们现在是在养鸡场的核心的位置了 它站下来 里面上不允许的 因为这个可能是为了安全是吧 但是我们要讲解清楚 你给我说说 我这样看不明白 这么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是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上料的料车 然后呢 它这个就是每天就自动过去 对 它一天要被多少遍 一遍一天就三遍 三遍 吃三顿饭 然后呢 我们的鸡蛋呢 它是自动拿捡着 对 它是这样子自动往下走 然后这粪便呢 它是从这底下 每天有四次的回收 哦 粪便也不用人打扫 不用 因为它这进道和污道是分开的 所以这边是进道 这边是干净的地方 污道要从另外一个门走 所以这样呢 它都是分开的 它这样才能达到标准化的养殖 通透 咱们这个一天能产多少单啊 像这一个积水一天能产八千斤左右 这套设备呢 咱们这一套设备 这个里头光这一套设备大概将近一千万左右吧 大投入让冯泉中实现了无抗生素无染的养殖目标 可高产量又带来了新的麻烦 鸡蛋是往那去往那发来的 就在此时冯泉中又接到了去澳门举办青海特产展销会的邀请 因为有上海的展销会在前 真情鸡蛋的销售问题自然最让员工们担心 不一定卖多少钱 那么我们跟着这个团队走 因为整个青海省走的时候 它打造的就是绿色食品 那么我让别人要知道 我们青海绿色食品里头还有这个真情的这个绿节排的鸡蛋 冯泉中认为鲜鱼销售的是认知问题 他要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介绍绿色食品 澳门之行会是上海展销会的在线吗 青海大家都不太了解 你是哪里 我说青海 哦 你们青岛非常好 我说不是 那时候刚好玉树地震 我说你知道玉树吗 正好10年吗 我说你知道玉树地震吗 知道知道 我说我就是从那来的 实际上这一说 哦 那那地方是很好的地方 没有污染 他们自己首先就来一个没有污染 虽然对青海了解不多 但澳门同胞对无污染绿色食品的认知 大大超出了冯泉中的预想 按道理来 他第一天斩销不让我们销 但是好多人来了以后就说 卖给我一点 卖给我一点 我看看他管理人不在 我们就也违反了他的规定就卖了 卖了以后第二天就不够卖了 不给卖 赶快就给青海打电话 然后青海就给人 飞机空用到深圳 我们从深圳子又在连夜12点说好 去拉完火 第二天再用到澳门 澳门之行给坚持做绿色食品的冯泉中 打了一针强心剂 因为它只有三天的时间 我们东西卖得光光的 最后我们从澳门撤回来的时候 两手空空 就把钱带回来了 手里当时卖回来的话 大概也差不多有个六七万块钱吧 将来做事果断的冯泉中 立刻有了新动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促使我在中海澳门成立了一个高原中华红贸易有限公司 抓住三天展销会里窥探到的商机 冯泉中收获了更大的效益 一年我们大概就在两千多万吧 港澳同胞对绿色食品和对青海产品的认可 让极具商业头脑的冯泉中 发现了更大的商机 我就想青海高原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都给他们把这个平台搭好 由我这个平台来出去 是这样想的 虽然身体原因行动不变 但全然投入工作中的冯泉中 仿佛忘记了所有的病痛 原来就是怕走在这个大街上 怕走在别人去看我的 偷看我的目光 那么自从我做了生意以后 我觉得我生活的从内心来说我很完美 冯泉中褚蜂满具 未来的蓝图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清晰的规划出来 那么期待的2012年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我就觉得再这样下去 我说我绝对要倒闭了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这话居然是冯泉中说的 这个拖着病体经历了14次手术的女人 第一次说出了这么丧气的话 她究竟遇到了什么呢 鸡和蛋都不容许这种出息 所以一直从圆月份到了八月份 是我销售最好的这个季节 整个就无法万万用 也就是说禽流感 我的心都内都揪到嗓子上 冯泉中对自己的真禽蛋有着百倍的信心 但面对全国严峻的禽流感疫情 一切都是徒劳 质量是没有受到冲击 但是这个销售是受到的制约 那年我们的鸡蛋因为放的时间长 也有坏的 有扔的 还有那年我反正我觉得我那年损失最起码四五千万枚了 所有心血付诸东流 因为心力交瘁 逢拳中的腿病严重恶化 面对那么无奈的境地 那么折磨的病痛 这个要强的女人还在做着她所能做的一切 为了不让高品质的真禽蛋白白浪费 冯泉中想到了加工变弹 我们用的是过去的古老的说法 红土黄土 少量石灰盐巴 还有就是稻壳 再加上就是我们到生三老林去捡松树枝 把它回来烧 烧到没有全部烧透了以后 砸碎了 放到一块皮料 就是这么一个在别人看来的权益之际 冯泉中却还是要较真 一定要用最传统的方法制作 而事实上 她和她的员工 以前根本没有制作传统变弹的经验 按五毛钱一支的话 我大概损失了有十五万多 冯泉中用了六十多万只真琴蛋 反复试验 最终做出了传统变弹 你能看出哪个是你的吗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里头有松花 而且我们的蛋清是很清透的 而且我们的鸡蛋有弹性很好 你看 它的这很软 只要一切开就可以感觉到 一切开就能感觉到 为什么我看上去 咱们市面上能买到的这种普通的鸡蛋 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 我们是用最传统的工艺手法做的 但是现在的工艺肯定很好看 但是口感就不一样 而且味道也不一样 我能吃一口 可以 要不要我给你加点料 不用加料 我觉得这个挺香的 所以那种一碗的鸡蛋会有点软糯 这个就是有弹力 对 无论是蛋清还是蛋黄 就QQ的 一股蛋的香 对 靠着变蛋 冯泉中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秦流感危机一过 所有人都以为冯泉中可以休息休息了 却没想到 他在恢复珠海澳门市场的同时 马上着手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 我跟老百姓的这个就是 假衣赔食 你呢 你要给我假衣 我就要跟你给我赔白 我们俩都要有协议 否则我说没有这种诚信 我也给你做不了这个平台 冯泉中真的开始为青海高原的产品搭建起平台 要把它们引入珠海和港澳市场 可真有这样严苛的协议 他针对产品的品质这么重视 在跟拍他时 我们意外捕捉到了这样一幕 所以在这里不能超过二度 手不能动 你又不就不走啊 真情淡在进入市场到消费者家里前 工作人员不能用手直接接触鸡蛋 这样的规定在冯泉中看来是最基本的工作需求 说到他的严谨 我们还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正是这样的工作态度 让冯泉中所推荐的青海高原产品 在他的平台上很快有了收益 过去呢 在这个渡海 深圳 澳门地区 我们公司的产品 销售几乎是空白的 没有什么占有力 自从和这个芬姐合作以后呢 我们去年的三个地区的销售 就达到了三百多万 通过这个平台啊 芬姐把这个要日发到常规告子 小路子的产品也不错了 价格也不错了 现在就最爽的 我们觉得五千追资 如今在冯泉中搭建的平台上 青海高原的特色产品 已经达到一百多种 它养殖的真秦蛋和真秦鸡 仍然是其中的招牌产品 就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啊 那个鸡应该是土鸡 散养才会好 可是我看到你是那种科学的养殖 甚至是无菌的一个环境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这是淡积 因为这个淡积的我们用的都是高配方 好的中草药 配方完了以后就用在这种环境下养殖 而且是无菌操作 那么作为这个真正的肉积和煲烫的秦 我们在另外一个环境 和这截然不同的 原来你说的那个不一样的养殖方式 就是这儿是吧 是啊 那你这样来养殖和你在下边养殖 鸡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你觉得 除了吃我们自配的饲料 它还有现在天然的就是这个有虫子 有这个种子 那么这个环境又不一样 这个地方是海拔两千八 日照时间长 再一个就是温差大 早板温差大 每只鸡大概三四斤重 咱们养的面积有多大 这一块 这一块整个下来也将近三百亩地的 也将近有五万只 五万只鸡 那挺好 咱们养的这种鸡 它的价格是多少钱 我们现在市场价格是298亿只 鸡散养并不少见 但在高原上 用完全生态的方法散养真禽鸡 却实在不多见 好烫 这是真的很香 这个是怎么炖的 就加什么特殊的调料没有 没有 只放姜和葱 这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 还有一个 好了一个叫加减盐 又鲜美 又清淡 所以这个 虫天然的放养和 这个不虫天然的放养 对比就是很 很鲜艳 只养真禽鸡 蛋鸡超级保护 肉鸡生态散养 冯泉中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创造着它的高原绿色食品 现在咱们企业的规模给我们介绍一下了 现在我们企业的规模山底下的是30万只 山上只5万只 这样加起来是35万只 那咱们现在其实还有蛋 还有变蛋是吧 对 那这个整应的收益有多少 收益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们一年的在珠海这个店 一年的收入大概8000到9000万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那我们可想而知 你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打算 下一步就是我们做蛋的深加工 就是我们已经跟北京美工大学生命科学院 已经做了研发了 蛋清是提起荣取名 接下来他还有提起更多的 那蛋黄就做成蛋黄粉 工食品 蛋壳呢就做药的这个 钙片的这个负责物 忙碌的工作 还是没有让缝泉中抽出时间 去治疗自己日益严重的腿病 但这丝毫不影响你看到最有风采的他 穿着旗袍走上梯台 对于一个不能正常行走的人来说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冯泉中做的哪件事情容易呢 这个三十年前就靠着自己的力量创业的女人 如今依然忙碌 依然美丽 我们栏目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来见证了 冯泉中事业新的发展 我们以前关注更多的是他的身残之间 这代话 他的人生比你想象的还要令人唏嘘 但当你真正的走近他 你会被他的细致严谨 雷厉风行的作风所吸引 他一直用不完美的身躯 向着完美的事业前进 成功很难 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 但成功也不是那么难 冯泉中的经历告诉我们 态度决定一切 我是韩东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次再见 放弃工作 他选择悠然生活 我觉得生活不是为了工作 走进大山 地西境 咱们那也就是个雅算相助 面对质疑 他从中找到商机 找农场里来干嘛来了 这虫子 对 脸虫子 真棒 依托数千亩林地 实践差异化经营 他在欢声笑语中 收获财富和梦想 敬请收看明天的 生财有道